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1739起确诊病例 有8起输入病例 其余都是本土病例 卫生部指出 今天新增的病例中 雪兰儿新增最多达到535起 沙拉月443起 沙巴127起 槟城113起 吉兰丹98起 吉隆坡96起 柔佛67起 马六甲59起 霹雷50起 森美兰40起 吉打40起 登加楼34起 彭亨22起 布城11起 纳敏4起 玻璃市没有新增病例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破36万起 今天新增8起死亡病例 累计的死亡病例达到1329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达到1216人 目前累积康复出院的人数超过34万人 今天的活跃病例达到15000多起 其中183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81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再过两天 穆斯林将开始灾戒 但是由于吉兰丹的疫情恶化 州政府今天宣布停止设立灾戒约和开灾结试级 以防止州内的疫情失控 掌管吉兰丹地方政府 房屋与卧生事务的州警政议员 伊扎宁胡信指出 由于州内疫情有暴增的情况 州政府只好宣布取消灾戒约和开灾结试级 以最大程度控制人流接触 约官大约为125条安全运き 他指出 餐厅、酒店以及街边小滩 依然允许营业 但必须遵守国安会制定的 标准作业程序 同时取消了 未摘接月特赦的祈祷场所 将它改成低风险 冠病隔离及治疗中心 短短三天的时间 吉兰丹已经增加超过 400起确诊病例 因此 州政府不得不取消 摘接月市级 避免民众感染病毒 卫生部长达德西·阿登巴伯指出 截至昨天 国内已经接种了 超过95万6千剂疫苗 当中有超过38万人 完成两剂的疫苗接种 根据阿登巴伯在推特 发布的资讯图 接种首剂疫苗最多的 五个州属和联邦指驾区市 雪兰额、沙拉越、沙巴、霹雳和吉隆坡 至于接种两剂疫苗最多的 州属和联邦指驾区则市 雪兰额、霹雳、沙巴、吉隆坡和沙拉越 另外 截至昨天 共有844万3581人 已经登记接种疫苗 目标进度达34.8% 第二阶段的接种计划 将在4月19号开始直到今年的8月 第三阶段的接种计划 则是今年5月开始直到明年2月 为了早日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高教部和科医部已经达成共识 共同开展大马疫苗支持志愿者计划 以协助前线人员替民众接种疫苗 高教部长达德斯里诺瑞尼表示 根据数据 目前该部已经接获4501名志愿者 申请加入大马疫苗支持志愿者计划 这些志愿者分别是来自 政府和私人高等教育机构 社区大学以及大专生志愿基金会 在相关计划下 志愿者将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疫苗接种中心 并且根据标准提供培训课程 他是在柔佛出席电竞比赛闭幕里时这么表示 给大家看 继续来看国内新闻 针对西蒙主席理事会建议 提呈所有国会议员 签名的备忘录给国家元首 以便寻求陛下的预准召开国会 对此首相署部长 达德斯里达基尤林表示 政府不会阻挠 因为西蒙有权利这么做 他给优定指出 只要符合国家法律 西蒙是可以提成备忘录或请院书 国盟政府绝对不会阻止 他补充只要有人发出备忘录 就会有人收到 而收到的人就会知道里面的内容 并采取行动 他给优定是在吉达州 出席大马关怀计划后 向媒体发表谈话 他也再次否认 有人指国盟政府暂停国会 是不民主的表现 他说国会是因为冠病疫情 而不能进行 而且是在法律下允准的 他也强调政府不曾表示 不进行国会 只是在紧急状态下延后 为了协助国人实现购买房屋的目标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达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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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th Desp 房地部将和中国投资者商讨对策,以便提供合适的房屋计划和方案。 他说房地部了解有许多人想要购买房子,但是面对银行严格的审核而无法获得贷款,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许多人的收入不稳定,甚至是没有固定职业,成为银行不批准房贷的原因。 因此房地部将会对此进行研究,并透过之前中国一带一路的策略和中国投资者洽谈,以便在建造房子和购买房子方面提供双赢方案。 另外房地部也正在修订1966年房屋发展法令以便保护购乌者的权益。 他强调在面对有问题的发展商,甚至房屋发展工程搁置,往往购乌者的利益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而且面对宣布破产的发展商,购乌者也面对法律追究的困难。 彭亨百乐区国会议员达罗斯·伊斯曼萨贝指出,百乐选区办公室将会向联邦政府申请3亿5千万应急的拨款,以改善当地的道路, 同时缩短民众的驾驶时间,以及舒缓交通拥堵问题。 伊斯曼萨贝指出,有关道路提升工程一旦完成, 民众具有替代道路,可以不需要再途径吉隆坡,便可以前往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 这不但可以缩短行车的时间,也有助于缓解交通阻塞的问题。 他指出,有关道路将连接大马鲁和百乐舰。 另外他补充,2014年8月开始的Jalan Gampongtrat前往Gampongboge Eman-Sulong的道路项目, 已经在去年12月竣工,共耗资300万令吉,可以方便1500名居民进出。 另外两条通往原住民村庄的道路项目也已经完成。 配合世界自闭症日,吉隆坡国际机场推出了一系列自闭症友好的新设施, 希望能够为自闭症群体带来更喜悦和有意义的体验。 来看报道。 据了解,这项名为Waterfly Effect的设施是吉隆坡国际机场专门为自闭症儿童准备的新设施。 早在2019年,吉隆坡国际机场和第二国际机场也已经设有自闭儿休息室和感官墙壁等设施。 此外,机场也会提供临时停车位、轮椅和特别柜台, 让家长轻松安置,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方便办理登机手续。 她表示,乘客只需到咨询柜台进行登机, 就可以领取特殊通行证使用Baterfly Effect设施。 另外,作为一名自闭症儿童的家长, 林冒国会员夫人Nori Dun Abdullah也对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设施表示赞扬。 我非常祝福 sebagai母子给一名孙子兔党。 我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投资。 它是很好的投资。 我们能够赞承。 据了解,为了落实相关计划, 机场已经花费近100万令吉以建设自闭症友好的设施。 对此,大马机场控股有限公司期望, 未来能在全国各地的航站楼设立相关措施, 以汇集自闭症群体。 RTM报道。 美国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日前从动物园里救出了两只白老虎, 让他们脱离被囚禁的日子,展开新生活。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张忠林,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新闻结束前去见点资计划 反正的大小人员 已经武 entrada次未善一家。 这一个家注计划的话, 是让你看 fait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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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